来看看中国的折纸艺术呢 结合了西游记不能想象吧 加上了英国的NXT技术呢 就成为台湾人创意发明的 电脑折纸喇叭了 而这个清朝的喇叭呢 只有25公克 不但携带方便 而且材质非常环保 云香节都过了 还在努力做小提灯吗 仔细看看 DIY折纸板的背后 有个NST喇叭 完成拼装之后 就是这个只有25公克 携带方便的PC喇叭 一般的Notebook内建喇叭呢 它的音质比较高 比较不耐听 但是当我们换上这个 刚刚完成的DIY折纸喇叭之后 再听听看 它的效果就很不一样了 由台湾人研发出西游记 八个人物造型 装上NST产生材质共振 任何时候随插随听 材质很环保 坏了也不用担心 先假设我这个纸的造型坏了 你可能喇叭并没有坏 我可以再买一张纸 再把这个喇叭拆下来 贴上去就好了 开卖不到一个月 以唐三藏的接受度最高 这项专利产品也看得出 只要有创意 商机就会无可限量 我可以再买一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